华联市公所办理的海事生活节系列活动 这个星期假日展开了青青河畔体验营 由专业教练带领着民众在美轮西出海口 透过体验海泳还有独木舟来认识海洋 市长沃家贤也邀请更多民众来享受水域吸气过程 也从中体会到我家门口是河海 进而能够亲海知海爱海 青青河畔体验营是与苏航海洋文化艺术基金会 以及梦想海洋生活工作室合作 以寓教娱乐方式带领民众接近大海 市长沃家贤表示 花联市公所举办的海事生活节一系列活动 希望可以让大家了解海洋和人之间的关系 也透过活动教育所有民众要爱护海洋 并且深刻的关心到海洋生态环境目前所面临的问题 那这一次的海事生活节是和海同行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我们这几年来花联市公所持续不断的办相关的海事生活节 也得到非常大的一个回响 那这一次我们还是一样用不一样的河海方式来连接起来 让大家可以感受到原来海是离我那么近 那我们这次用独木舟的一个体验 可以让大家感受到原来我原有花联市 就可以体验到独木舟的乐趣 未来也希望我们相关的单位能够开放相关的水域 能够让真正的一个河海让民众来亲近 未来可以变成花联重要的一个观光卖点 那再次的也要感谢所有承办的伙伴们 这样子非常辛苦 那当然参与的所有的好朋友 今天虽然是大太阳 但是我相信可以有满满的收获 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维护大海 然后让我们的环境永续 亲亲河畔体验营 首先由教练们和学员在岸上进行安全教育与交流 也学习超舟的基本知识 解说之后一行人换上水上防寒衣 分成三组跟着教练脚步一起踏浪清水感受海洋魅力 有的学员是在西口浮浅 有的是在西口华独木舟 另一组则是从美轮西下游河道滑到北冰沙滩口 每一位学员都可以轮流体验到不同的玩法 亲亲河畔体验营 在8月27号还有9月18号还有两场 报名的讯息 请关注花莲市公所的官网 还有花莲市文化观光资讯网 这里会欢迎是报道